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如果一個人的美麗能被稱之為人類進化的極限 那該是何種程度的美艷? 大家可能覺得世界上根本不會存在這樣的人 但殊不知 上個世紀真的出現過一位堪稱絕色的女性 她是好萊塢黃金時代中的佼佼者 更被稱為螢幕第一女星 一生可被稱為傳奇 雖然演藝生涯不長 卻恰好跨越了無聲電影與有聲電影交錯的革命時代 但凡有她參演的電影 無論劇本如何 唯一的亮點只會聚焦到她一個人的身上 可就算是擁有如此成就的她 卻一生未婚 晚年更是孤苦無一 她就是著名好萊塢影星格力泰家寶 1905年9月18日 格力泰家寶出生在瑞典的一個貧困家庭 父親是一名清潔工人 家裡經濟拮据 一家五口擠在一個寒蟬的大房間裡 三個孩子中屬她最頑皮 隱隱中她希望人們把自己看作男孩 當她和同齡兒童一起遊戲時 她也總是扮演孩子王的角色 但她更喜歡獨處 常常躲到角落裡 把自己放逐到幻想的王國中 她從小迷戀舞臺劇 六七歲開始就經常站在劇院的後門 聆聽劇中人物的台詞 因為一直沒錢買票看戲 所以後門就成了她唯一的觀看台 無法近距離過足吸引的她 經常會用水彩代替油彩在臉上化妝 有時還會穿上哥哥的短褲和襯衫 跑到附近的街巷 試試哪個小商販會受騙上當把她當成男孩子 這種對戲劇的瘋狂迷戀 似乎已經在暗示數年以後一顆巨星的誕生 14歲時 父親去世 他進入了一家理髮店當學徒 後來又在一家百貨公司做售貨員 在世銷女貌的季節 家寶得到了一次當模特的機會 接著 公司投拍一部電影 他在影片中扮演了一個小角色 自此他開始了自己的螢幕生涯 1925年的《悲情花街》是他參演的最後一部歐洲電影 但是在參演這部電影之前 他曾在導演斯蒂勒的影片《古斯塔柏林傳奇》中擔任了女主角 就在這個時候 他將原來的名字改為《家寶》 影片上映後 受到了廣泛好評 好萊塢米高梅公司的著名製片人梅耶看過這部影片後十分興奮 欣然邀請導演斯蒂勒前往好萊塢發展 斯蒂勒思考片刻開口問道 那家寶呢?於是 兩年後 家寶乘坐瑞典女皇的大船 乘風破浪 勢不可擋地使進好萊塢 他在好萊塢的第一部影片是《激流》 影片出映就打破票房記錄 之後 家寶拍攝了一系列傳奇經典影片 如《瑞典女王》 《茶花女》等 從無聲片到有聲片 從悲劇片到喜劇片都獲得了巨大成功 米高梅還專門製作了各種有關他的劇副廣告 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他的演藝生涯也順勢達到了巔峰 甚至可以說是統治了好萊塢 俘虜了全世界 家寶在短短十幾年的職業生涯中 共出演了28部長片 末片和有聲電影各佔一半 有四部電影獲得奧斯卡提名 但最終都與獎項十之交臂 儘管如此 這絲毫無損他在全世界影迷心中瑞典女皇般的地位 正如著名導演克拉倫斯·布朗所說 他一次都沒得獎 可他永遠是螢幕上最不朽的女人 1954年 奧斯卡評委會似乎想彌補他們的過失 為家寶設立了一個特別獎 以表彰他傑出的表演成就 但清高的他根本就沒有去領獎 有人說 家寶的美會讓人產生一種宗教般的情懷 會讓人泯滅所有鄙俗的慾望 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說 家寶的臉帶有優雅情愛的規則 他臉上的血肉給人一種毀滅性的感覺 因為他那種美太驚心動魄 一個英國記者還說 他的臉是人類可以演進的終極版 然而 這麼誇張的讚美依然不夠 還有人說 在家寶面前 美這個詞第一次不足以表達一個人的容貌 她是那個時代所有文藝青年的文藝女神 包括希特勒 當年希特勒非常迷戀她 特別喜歡看她主演的《茶花女》 但家寶說 我要勸她休戰 不然我就親自去把她解決掉 然而 就是這樣一位驚艷好萊塢的著名女星 卻在1941年主演完《雙面女人》之後 突然宣布西影 十年36歲 雖然她曾經表示還想扮演居里夫人等形象 但始終沒有重返影壇 她的退出也成了一個令人難解的謎 離開好萊塢後 她在紐約市區買了一套有7間房的公寓 大部分時間 她都待在房子最裡面的一間小屋裡 上午10點 她穿著男式衣服 戴著墨鏡上街散步 購物 午休一小時後 再上街轉一圈 晚上的時光則在電視機前度過 她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 如果他們中間有誰向新聞界透露她的行蹤 她就立即終止同她的交往 隱居後的家寶從不提及自己的演藝生涯 彷彿她從沒有過這段經歷 當她隱退後 關於她的各種評價和介紹 屢屢傳出 許多人覺得家寶貪財 尤其是公司老闆梅耶 更是對此頭疼不已 當年拍完《零與肉》之後 家寶要求把周欣從600美元漲到5000美元 梅耶 雷霆大怒 告誡其他公司不准用她 她以為家寶會乖乖屈服 但她低估了她骨子裡的倔強 家寶索性7個月都未踏進片場半步 最終梅耶成為了妥協的一方 奉上了家寶滿意的合同 後來拍攝其他影片的時候 家寶都要求加薪 態度極其堅決 不加就不拍 《帝國》雜誌影評人伊恩納桑曾說:「我知道家寶為什麼總要求加片酬了 因為她窮怕了 確實 她出生在瑞典平民窟裡 而且父親重病無前醫治 倒在自己懷裡的悲痛 更是她一輩子都無法擺脫的陰影 只有不停賺錢 才能讓她擁有安全感 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 家寶才開始迷戀上孤獨 她從小就害羞 即使在少女時代 她都說自己從來不曾像其他女孩那樣真正年輕過 在她和皇家戲劇學院同學的合影上 她常常站在最邊上 神情孤寂而滄桑 即使後來在好萊塢成名了 她也依然孤獨 她天生就痴迷於這種狀態 為了保持這種狀態 她在好萊塢的16年中 先後搬過11次家 以逃避女明星應該有的社交生活 她的後輩英格力包曼 出到好萊塢的時候還想求見她 家寶卻從窗後看著她從車上下來 拉上窗簾說 告訴她我不在 請讓我一個人安靜一會兒 這是她在電影中的經典台詞 也是她的終身寫照 家寶對於外界的拒絕甚至包括了愛情 她一生都沒有結婚 緋文也不多 當感情問題被提及時 她說 我的確戀愛過 但我不想結婚 相比一下 我更喜歡孤獨 不喜歡總和人待在一塊兒 在她15歲的時候就遇到了第一次求婚 對方是一位建築商人 而在拒絕瑞典出版商拉斯薩克遜求婚的信上 她寫道 我可能一輩子都是單身漢 我討厭老婆這個稱呼 在拍《零與肉》時 家寶遇上了好萊塢的偉大情人約翰·吉爾伯特 他們墜入愛河 但吉爾伯特的每次求婚同樣皆以失敗告終 她說:「假如說我愛過什麼人的話 那就是待我實現夢想的斯蒂勒 遺憾的是1928年年僅45歲的斯蒂勒病逝 臨終時手裡握的 是自己和家寶出敵紐約時拍的一張相片 噩耗傳過大夕陽 家寶躲在化妝間裡發出淒厲的哭聲 從此以後 他就像失去了靈魂 更加冷若冰霜 然而 很多人還認為 家寶終生不嫁的原因是因為她的同性戀傾向 為她寫自傳的作家曾經說過 從理論上說家寶是雙性戀 但她基本上應該算是同性戀 據傳 馬林·戴德利 琼克勞夫和路易斯都曾是她的同性情人 其中 她和聲名狼藉的女同性戀者梅塞德斯的關係也一度被人親親親樂道 值得一提的是 梅塞德斯的情人還包括著名舞蹈家鄧肯 而且屬於家寶的馬林·戴德利 也是她的情人之一 雖然她身材瘦小 相貌普通 卻極富感染力和侵略性 憑藉洪水般的果感和烈焰般的熱情 俘虜了一眾美國上流社會的美女 讓全世界的男人嫉妒又恨 同家寶的第一次會面 她就煞費苦心 並利用自己非同常人的 詭諧幽默和善解人意征服了家寶 後來她不無惆悵地回憶道 我們握手的時候 她朝我微笑 我感覺每一次輪迴中都有她的影子 當時見面後 家寶還說 你的手鐲真漂亮 她馬上把她從手腕上退下來 遞給家寶 還說 這是我在柏林為你買的 兩個人的故事就這樣揭開序幕 有一天 家寶非常鄭重地通知她 她要去內華達山區的一個湖中島 絕對單獨地待上6個星期 在那裡她將與世隔絕 但是 兩個晚上後 梅塞德斯臥室的電話鈴響 家寶說 我在回來的路上 是為你回來的 梅塞德斯後來在書中瘋狂追憶1931年的那個夏天 這正是家寶為了她回來的那個夏天 整整6個星期 她們攀登內華達山 家寶在前 她的臉迎著和逢利日 秀髮飄揚 光著腳在岩石間跳躍 梅塞德斯默默仰視著她 每天太陽出生之後 她們一起遠足 有時就躺在沙灘上整整一天 在書的最後 梅塞德斯還非常曖昧地加了一句 我們很早就會上床休息 但是 想在家寶的視線內存在兩年以上的時間 簡直是一種奢望 兩年之後 梅塞德斯被打入冷宫 接下來30年中 她想盡一切辦法 希望能夠重回家寶身邊 但她所做的一切都無济於事 家寶已經決心不再見她 去世後的梅塞德斯沒有什麼遺產 但有一本《聖經》 《聖經》裡面的書籤是家寶照片的相拼 有家寶各個角度的樣子 晚年的家寶曾對自己做了總結 說 我荒廢了一生 現在要改變它已經晚了 當獨自一人時 我常想到自己過去的一切 有好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千言萬語歸結為一句話 她對自己的一生是非常不滿意的 1990年4月15日 85歲的她因肺病在紐約孤獨去世 哪怕在生命的最後一刻 也無人陪伴 時至如今 她的頭像依舊被印在瑞典克朗上 成為了瑞典人的驕傲 從影壇退出後 家寶隱聚了足有50年的時間 這樣一對比 驚艷影壇的時光顯得彌足珍貴 也許過於璀璨的一生總會有一些遺憾 但無論如何都遮蓋不住她綻放出的星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 記得訂閱點贊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